- 嗨,各位大家好,我是爱点网的小伟 - 我是友柔 - 过年马上就要到了 - 嗯,下个礼拜就是了,时间过的真的是好快哦 - 对 - 嗯 - 那我们今天有邀请到来宾来跟我一起聊过年的一个习俗 - 嗯,我们欢迎易静老师 - 嗨,大家好 - 嗯 - 那我们今天不知道大家的过年啊,不管小时候到现在有没有让你特别的印象,或者所谓的禁忌啊 - 或者说,呃,你过年会习惯做什么事情,而且一定要做的事情 - 啊,过年一定要做的事 - 领红包一定要做 - 没有啊 - 哈哈 - 现在非常时期啊,有的可能也省了 - 哦,是是 - 嗯 - 用那种 - 以前都还会写赫年卡,现在应该没有人在写赫年卡的 - 诶,真的耶 - 对不对 - 那种感觉非常不一样哦 - 嗯 - 嗯 - 对 - 所以我们都是老一辈的人嘛 - 嗯 - 收过,写过,喝年卡 - 以前你看,印象中大概就会经历两个阶段的一个寄卡片 - 一个是圣诞节 - 嗯 - 不只哦,其实有三个 - 喝着圣诞节一次 - 然后 - 那个 - 新历年一次 - 哦,但是通常圣诞节跟新历年会结合在一起 - 嗯 - 然后还有旧历年 - 然后还会再寄一次 - 嗯 - 嗯 - 嗯 - 所以可以问一蒂老师,有没有寄过赫年卡吗? - 有啊 - 有,对啊 - 早期还会写 - 嗯,是 - 对啊 - 现在的话就是因为 - 后来就慢慢的有email啊,然后 - 然后有message或是什么的 - 嗯 - 更别说年轻人很幸福 - 一生出来就有网路的时代 - 嗯哼 - 然后一生出来就有什么手机的时代 - 嗯 - 以前我们那时候 - 最早碰电脑的时候是大学 - 上了大学才开始碰电脑 - 碰电脑 - 对啊 - 然后我们很专心在上那个ecell word的时候 - 诶,其他同学怎么 - 怎么不是用word也不是用ecell - 怎么开一个 - 一个网页 - 然后里面有很多 - 各式各样的东西 - 然后才知道原来那个东西是 - 网站这样子 - 嗯 - 嗯 - 所以就有 - 就是 - 经历了不一样的年代啦 - 每一个年代都在转变啦 - 那像以前我们要跟 - 选方的朋友 - 有那个既贺年卡或做什么 - 也许我们里面还要放一张我们最近拍的生活照 - 让他看一下 - 真假? - 有时候会啊 - 会互相这样传递啊 - 但是现在直接开了视讯给你看 - 是不是? - 嗯 - 真的 - 那一种感动跟感受是非常不一样的 -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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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可以啊 - 听到这广播的时候啊 - 也可以 - 就是试着 - 嗯 - 要不要就是 - 回归一下 - 回归一下 - 然后来去书店 - 去买个贺年卡 - 好 - 讲到书店贺年卡也是啊 - 诶,我昨天有去书店 - 嗯 - 贺年卡就是大概就只有一柜而已 - 以前都是一大片的啊 - 以前是过年的时候或圣诞节的时候就怎样 - 满满的 - 哇,书店就是把那个 - 嗯 - 贺年卡全都放在最靠外面的地方 - 嗯 - 嘿 - 然后 - 书柜可能就有三柜或四柜啊 - 是 - 嘿 - 所以就真的是一个很不一样 - 嗯 - 但是现在也有很特别 - 不要说什么 - 比如说像我们现在用手机 - 嗯 - 你最好的朋友手机号码记得吗 - 不记得 - 都是这样 - 就是找他的 - 找他的称 - 你平常怎么称呼他的名字 - 然后就按了就播了 - 对不对 - 甚至也是用LINE啊 - 或者是Message - 或是IG - 诶 - 连对方的手机号码都不用 - 嗯 - 所以你现在有没有想想看哦 - 诶 - 你 - 你有几个好朋友的地址呢 - 啊 - 嗯 - 但如果说啊 - 你有他的地址的话呢 - 那你要不要就是 - 今年齁 - 趁还有一个礼拜的时间 - 你就可以 - 来写个那个贺连卡 - 我觉得这有点困难 - 记看看 - 因为 - 因为一金老师讲说那个 - 手机的就是电话号码 - 嗯 - 甚至我连我家的那个家人 - 他是用什么样的名称 - 他可能在不同的社群 - 或是在不同的那个平台上面的称呼不一样 - 然后我想要找他还找不到 - 对啊 - 更何况是那个电话号码 - 然后再加上如果在地址 - 地址可能也不记得 - 嗯 - 知道怎么去 - 但是地址几号 - 详细门牌号码几号 - 忘记了 - 对啊 - 真的是这样 - 所以这真的是一个大考验 - 哈哈哈哈 - 然后我们也说 - 其实可以减少 - 那个 - 游物人员的负担 - 可是过年前其实 - 负担最大的 - 其实还是广告系 - 大量的广告性 - 对 - 因为要促销嘛 - 过年的年货促销什么的 - 那个广告性其实相当多 - 嗯 - 尤其像 - 这一段期间过年前绝对是很多的 - 嗯 - 所以有些时候你记贺年卡 - 反而会被淹没 - 当然 - 他们一定是会先以那种 - 贺年卡的或者这种 - 手写信那种为最优先 - 私人的信先处理 - 之后才去大量去处理广告信件 - 这样 - 现在如果说接到了像贺卡 - 或者是类似像这样的一个信件房 - 我觉得 - 拿到之后不知道怎么处理 - 哈哈哈 - 会吗? - 以前应该印象中都会把它 - 珍藏起来,收起来 - 对 - 对不对? - 然后用铁盒,对不对? - 哈哈哈 - 但是有些时候过一阵子之后 - 你又想说 - 这个不知道要怎么去收 - 保存它也是一个 - 要伤脑筋的问题 - 嗯 - 嗯 - 这个上次的话 - 我们就是到过年的话 - 嗯 - 就是大家还会做一件事就是 - 断舍利 - 哦是 - 对,就是大扫除 - 对 - 那如果说 - 你刚刚有那种信件啊 - 嗯 - 然后不知道该怎么处理的方法的话 - 也可以怎么做 - 就譬如说你是用拍照的 - 备份的话就是可以 - 就是 - 呃像现在的话很少人烧成光碟 - 嗯 - 因为现在的笔电几乎都没有光碟机 - 没有 - 那可能就是放云端 - 或记忆卡 - 嗯 - 放云端好像相对来的比较 - 安全一点嘛 - 嗯 - 是 - 嗯 - 因为你光碟还有可能会损坏啊 - 嗯 - 嗯 - 对 - 对啊,所以都有它的相对的一个问题 - 然后你USB也有可能中毒啊 - 开不了啊 - 有没有这样子讲一讲很像还是 - 把新件留下来是最好的 - 哈哈哈 - 没有因为我们回归到后来 - 像我们查那一阶专案的 - 那我们的一些的成果报告 - 那它可能就是 - 还是会用到所谓的纸本 - 还是会习惯 - 那种最原始的保存法 - 是最不会 - 遗失 - 哈哈哈 - 是啦是啦 - 不会发生意外 - 就像那一天我突然 - 某一个承办人 - 突然传讯息给我说 - 抱歉 - 然后我吓到 - 我也以为我的计划没有过 - 然后呢 - 然后呢 - 该不会我也是收到同一个了吗 - 你也是吗 - 我也有收到 - 诶,那我也 - 是昨天吗 - 还是前天 - 前天前天 - 说东西不见了 - 请我补记一下 - 哈哈哈 - 是不是 - 对 - 你有没有吓到一个计划没有过 - 有啊,我有吓到 - 哈哈哈 - 所以你们两个要去收金就对了 - 所以有时候是这样子 - 就是 - 但是 - No news is good news - 哈哈哈 - 这个讯息就是好讯息 - 真的 - 呵 - 那像 - 有时候像 - 我现在是農林 - 我们大扫除嘛 - 那以前 - 我就讲到一些 - 禁忌的问题 - 诶,以前 - 呃,长辈都有讲说 - 诶,人家说 - 这位啊吼 - 没在拍背囊 - 没洗背囊 - 不知道有没有听过 - 是啊 - 对 - 鬼为什么 - 其实大年初一的禁忌不输那个哦 - 鬼月哦 - 嗯 - 对啊 - 比如说 - 初一的时候啊 - 不可以睡太晚 - 对 - 有听说 - 初一呢 - 不可以借钱给人家 - 嗯 - 初一也不可以跟人家借钱 - 然后也不能上帝 - 嗯 - 是吗? - 嗯 - 然后呢 - 呃,初一的时候 - 不可以 - 不能倒垃圾 - 对,不可以睡太晚 - 嗯 - 嗯 - 然后呢,初一的时候啊 - 你去 - 不可以去叫那个人起床 - 中午也不能睡 - 哼 - 有五岁习惯的都要忍住 - 对 - 嗯 - 为什么? - 因为 - 她会认为 - 人家所说的就是 - 一日之计在于乘嘛 - 嗯 - 然后一年之计呢 - 就在于那个初一 - 嗯 - 初一 - 所以你初一怎么做呢 - 就会影响你一整年 - 嗯 - 所以一定要有一个好的开始 - 对 - 所以太晚 - 睡太晚呢 - 或者是睡午觉啊 - 都会被 - 伺同就是说 - 你这一年都会很懒惰 - 嗯 - 嗯 - 嗯 - 怕自己怠惰 - 这样子 - 嗯 - 然后妈妈的话有一个好消息 - 嗯 - 就大年初一的时候啊 - 不用洗 - 不用洗衣服 - 嗯 - 跟爬命贝 - 喔对 - 可是我听到的是 - 整个农历正月 - 就一月都不能 - 都不能洗被单 - 所以通常会在那种 - 过年前就农历十二月 - 就赶快把被单洗一洗 - 然后就大概维持一个 - 一个农历正月 - 这整个月都不洗被单 - 然后到二月 - 一到二月初一才开始在洗 - 这样 - 嗯 - 一整个月啊 - 对 - 都不用换吗 - 对啊 - 被单啊 - 那 contrôle不洗 - 是啊 - 嗯 - 所以家里有小孩的 - 就是要記得 - 保好尿布 哈哈哈 被動了啦 所以變成說如果你家裡就要準備很多套 對 然後現在都滿有保潔墊之類的 嗯 鋪上去就可以啦 可是現在你說這個 然後不能打小孩 嗯 不能打小孩 對 沒有小孩可以打 為什麼不能打小孩 因為 因為你打小孩其實也有點好像 你會覺得說 就好像你打了小孩就覺得說 好像他這整年都會不太乖 都你要一直教訓 是這個意思 對 他那個邏輯就是剛剛所講的 就是要好的態度 對啊 就是就好像 呃 我們 像講的什麼立春啊 就有的你就說 譬如說立春也不能生氣啊 不能幹嘛的 就是說好像 你 一開始就是要維持住很好的喜相一樣 然後脾氣要修養好或什麼的 那你才會一年很好 嗯 那過年也是相對都一樣 嗯 在過年的時候還會有什麼樣的習俗呢 像剛剛我們所講的 之外 哦 像大概過年第一個 以前 有所謂的什麼搶頭箱啊 當然 今年疫情的關係 很多地方 搶頭箱 習俗都把它 取消了 對 那都取消掉了 那當然 所謂的那種走春去拜拜 應該還是不免俗的 大家還是會去做啦 因為第一年 先去跟神明禀報一下說 我很平安 然後感謝他們這樣 那祈求一年的那 將它繼續再侍國給我們 以前好像過年有一個口訣 比如說 初一什麼 初二什麼 初三什麼 就是每一天都要做什麼事這樣子 對 一直到 很像開工嘛 136 初三是不是可以睡到寶 睡覺一些を 我最喜歡初三了 因為初一的時候不行那個嘛 不可以睡午覺 那初二要幹嘛? 回娘家 因為以前的人都住比較遠 可能娘家比較遠 所以一早 要帶你又要出門 回去回娘家去逗三天 逗三天傳療、煮菜 逗三天 有時候你還有愛車程的關係 所以要早上出門 要找衣服回娘家 因為他疼了 從小年夜、拼廚、廚師 上面的人都會拜拜、送衣服 去走村、走廟 找日子回娘家 還這樣應酬、喝酒 找衣服又趴下去 給好好的休息、休養一下這樣子 我記得在除夕過年的時候 就是有熟睡的習慣 不曉得你沒有沒有 不曉得你沒有 你家沒有 我家沒有 那老師家咧? 喔 我小孩啊 每天都很晚睡 十一、二點睡 對 可是記得去年的時候他們就很早睡 七、八點就睡著 呵呵呵 小朋友 小朋友 嗯 因為是聽說 如果是熟睡的話 是可以幫 長輩祈福 是嗎? 年年益壽 嗯 嗯 嗯 所以都會忍住不睡的 對 嗯 可是因為我們 家的那種習慣是變成說 要 找一 嗯 你整理完 然後初一 因為不能洗澡嘛 有的人是說 不能洗頭啦 不是不能洗澡 講錯了 然後就是你在 收拾好之後 整理好 然後廚房再稍微再整理乾淨 然後就洗個澡 就趕快去入睡 然後入睡早上起來 有些時候 我會看 繁茫名例啦 欸 他怎麼是要貓死 你要想當病啊 你會嗎? 對啊 老師會嗎? 嗯 沒有特別看 嗯 但是如果知道的話 我都把東南西北分不清楚 對啊 哈哈哈 譬如說 你要向哪一邊去走 是喔 然後就是希望 幾乎 那一年都很旺 這樣子 嗯 對 那所以都是會比較早 那比較早起來 有些如果你家裡是有民間信仰拜拜的 那當然就會 欸 上一桌清香啦 然後就焚香開門 那以前更 傳統就還會要丟個鞭炮 欸 小串鞭炮 嗯 開門放 放炮 不是開門放狗 這樣 哈哈哈 其實應該沒有了吧 對 因為你第一點 有時候 四五點你開門 然後 有的人還在睡覺啦 所以現在一般來講 是不會再放鞭炮的 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 呃 也 也不太就是希望大家可以群聚在一起之類的 哦 對 嗯 所以今年的過年 很多人講 就是 欸 可能會是一個很淡的一年 嗯 但是我覺得花蓮應該不會 嗯 花蓮還好 相對以去年一整年來講 好像 沒什麼受到影響 而且旅遊 而且旅創新高 嗯 而且也有統計數據發現就是全台 呃 覺得最 呃 最希望就是最期待 好 最想要來的 這個觀光城市就是花蓮 嗯 對 嗯 浩山浩水烤空氣 嗯 對 就是 也加 再加上就是 呃 就是 呃 應該是地大 物博 地廣人溪 哦 地廣人溪 對對對 這樣 所以比較沒什麼人 然後又可以看到大山 大山大海 嗯 嗯 就會覺得是一件還蠻棒的事情 這樣子 對 嗯 那呃 除了 哦 所以初一的時候 大家會去拜拜嗎 會 會啦 會有特定要拜什麼嗎 當然就是一定要拜財神 哦 初一就可以拜財神 對啊 我的習慣是譬如說都是 平常去的廟 然後一定在去 嗯 那通常財神大概 欸 初四吧 嗯 好像初四的樣子 嗯 初四拜財神 哦 對有一個什麼贏財神哦 對 是嗎 贏財神是初四 我印象到我們家 好像每個禮拜 就是 每次的初一 我們就會去 哎 拜土地公 為什麼 我們家 哦 哦 應該說是平常比較 常走的廟吧 對啊 沒有沒有 我們會專程的去 比較有名的土地公廟 哦 因為土地公其實也是求財 哦 所以說 對 那 那個 欸叫什麼 杭羅爹 嗯 很旺的一個 嗯 我們就會去摸摸元寶啊 之類的 嘿 就是會 會去拜這樣子 嗯 然後我們初一的那一天的行程 就是 從早 然後陪爸媽呢 去 不同的廟 去走一走逛一逛 嗯 印象還蠻深的 那除了這個還有沒有什麼童年的記憶 我們在出戲的時候會 就是 吃完 船園飯 年夜飯之後 我們就會開始 領紅包 發紅包 領紅包 有人就是 如果是大家族的話呢 可能就是 長輩會坐在前面 然後一個一個 排隊發 對不對 對啊 嗯 然後有的人還要講好話才可以領到紅包 然後 對啊 那 像 你家 人口比較少的就大概 哎 直接 哦 時間好 直接發紅包 然後 哦 是哦 謝謝誰啊 這樣子 就 嗯 就比較沒有那種 疑似感比較少 疑似感還蠻重要的 哦 因為你拿到的感覺會感受會很不一樣 嗯 嗯 那吃完飯之後呢小孩就會去 開始 可能會去夜遊啊 或者是玩鞭炮之類的 對 花蓮也會嘛 因為我們我們以前就是 在 呃 家鄉 故鄉 我們四周都是稻田 哦 阿嬤家 因為在鄉下 那所以我們就是會 去 可能拿個火把之類的 我們就會去探險 或者是到了那個 小溪啊 或者比較大的那種 菌 水菌 灌溉水菌 那邊去 玩鞭炮 嗯 然後沖天炮你可以隨便射 對 那這邊可以嗎 花蓮 這邊的話幾乎都是 靠海的地方 嗯 對啊 然後放鞭炮這樣子 嗯 那聽說我們花蓮的 有一些的海邊是 不能夠放鞭炮的 對不對 太平洋公園嗎 對 有的地方他現在 開始 以前可以 現在好像都 不能放這樣子 嗯 那 我們以前的經驗大概都是 吃完年夜飯 你的紅包 就開始 當然 紅包一定是要 地下 湊過 還是說 有的人會 就是 紅包一定要放在小孩子 一定要放在身上 然後不能用 一定會留一包起來不用 啊有有聽說 然後就是壓碎嘛 然後可能有的是壓到初五 假開過 或者壓到元宵過 這樣子 然後才可以 真的拿來用 然後可能父母就給你熟悉 我幫你保管 那當然有的一部分就是 你的紅包就開始 那些就是可以用的 那你可能就拿去那個 就去買 水鴛鴦啊 沖天泡 然後當天晚上就開始玩 呵呵呵 嗯 所以小時候比較好玩 呵呵呵呵呵呵 長大是看別人玩 長大是發紅包啊 壓力就很大 呵呵呵 那不管如何 我們 嗯 就是 其實 過年 對中國人來講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節日 那他也代表了很多很多的意義 然後大多呢 就是祝福 嗯 就希望大家和家平安啊 吼 一年順遂啊 對 那我們請易丁老師呢 來跟大家拜個早年 嗯 因為下個禮拜就是過年了嘛 好快哦 現在看到最多的就是怎樣 嗯 就是扭轉乾坤 欸真的 為什麼 大家也希望 2020真的是一個 就是 不管是什麼樣 大家都會覺得是一個很慘淡的一年 嗯 那所以就是剛好 今年是牛年 所以就祝各位可以 轉個好運 嗯 然後 那過去是好運的人呢 那就越來越旺這樣子 對 就可以扭轉乾坤 嗯 就是很棒的一件事情 嗯 那我覺得 平安就是福 嗯 然後擁有健康的身體 健健康康 對 就是有很好的福氣 對 所以有 雖然是個很平常的祝福 但是我覺得 健康平安是最重要的事情 也希望呢 新的一年 大家都能夠健康平安 然後 會 每一天都可以感受到 幸福的氛圍 嗯 對 祝大家 牛年行大運 嗯 然後 平安健康 無量死 今天非常謝謝呢 大家收聽看我們的節目 好 各位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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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